首先先回顾一下12一堂哥讲的内容 12一堂哥呢 我们讲的是PTO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联系数据库的方式 联系数据库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通过MySQL擴展 还有通过MySQL i擴展 还有一个是PTO擴展 那么MySQL擴展在PHP7的时候已经淘汰了 MySQL i擴展 MySQL i擴展可能是MySQL擴展的一个升级版 然后还有一个PTO PTO是什么 PTO是PHP Data Object 它呢 有了它以后 PHP就可以访问各种方向的数据库 PTO为PHP访问各种数据库 提供了一个一次性的千两级的一个接口 一个一次性的千两级的接口 那么有人肯定在想啊 这老师什么是千两级 什么是重量级 那么千两级和重量级呢 其实啊 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间线 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 说这个东西啊 只要一开启 只要一开启某一个扩展 就能使用 我们这个呢 就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千两级的 什么是重量级的呢 比如要安装一些什么什么插件啊 你要用一个东西要安装这个插件 安装那个插件 安装这个依赖 那个依赖 那个依赖 不能很强大 我们就称之为是重量级的 重量级的 这个并没有一个说明确的 说这种东西就是千两级 这种东西就是重量级 不是这样子的 是吧 说这个人是个千两级人物 这个人是个重量级人物 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重量级人物啊 那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呗 是吧 感觉呗 所以说千两级重量级 大家不要想到说老师 有没有什么个标准 让我说说这个是重量的 这个是重量级的 那个是千两级的 他这个一般来说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功能啊 影响起来很简单 影响起来很简单 就是说打开一个扩展认识室了 或者下载一个文件认识室 比如说GQuery GQuery就比如说 下载一个文件认识室了 这是千两级重量级啊 这肯定是千两级的吧 肯定是千两级的 但是重量级就不是了 重量级肯定你要装 比如说要使用一个东西 你可能安装一些什么的软件 安装完了以后 可能还加一个什么扩展 然后那个就是重量级的 功能也很强大 什么功能都具备 功能也很强大 那就重量级的啊 一般来说 开发都喜欢用千两级的这些东西 一般开发都喜欢用千两级的 因为千两级的使用起来比较快 而且影响的开发是越来越轻量 越来越轻量 重量这个东西已经是 已经是 这个思路啊 已经 除非你这个公司非常非常大 你可以用重量级的 一般的开发都是越轻量越好 现在轻量到什么程度了 一个小人域就搞定了 多轻量 好的 那么我们要使用PTO呢 首先要开启PTO扩展 开启 那么开启好以后就可以使用 那个PTO的类了 就可以使用PTO扩展里边的类 那么第一个呢 第一个有PTO类 PTO类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它的一个 就是PTO和数据公司界的一个链接 PTO和数据公司界的一个链接 那么第二个呢 你链接好了以后呢 你就要执行了 那么当我执行到这个数据 查询的时候 它就有些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就放哪呢 就是PTO扩展里面的 那么PTO扩展里面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了一个查询语据返回的一个结果机 那么除了表示 查询语据返回的结果机以外 它还表示一个预处理对象 预处理 那么如果有异常了 那就PTO扩展里面 所以这三个 一开始这个困难 就可以使用这三个类 那么我们就讲课的时候 就一式的使用 来用这三个类 第一个呢 讲了一个PTO类 那PTO你只要扭一下 它就可以连接数据库了 那么你扭的时候就 就丢用过程函数 或者还有DSN DSN是数据员的名称 数据员名称 包括那些数据库的一些信息 DSN里面保存数据库的信息 那么它的语法呢是数据库类型 冒号 然后可不可以看到主机 端口数据库名称 和直播机 直播机 那么这后边呢 这个它的信息 是不去问哪要写的 没有限分顺序的 但是前面呢是买 这个数据库类型 是去问哪要写的 而且是必须费消息 在这呢 冒号不能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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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如果是 主机电话是本地呢 6号host也可以省略的 host也可以省略 端口号如果是306呢 port也可以省略的 好的 子无缘码也可以省略 省略的话就是没有设置子无缘码 数据库的名称也可以省略 那么数据库名称省略的话 就是没有连接数据库了 那么连接好以后那就使用PDO了呗 那你使用它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 直接数据操作语句 用 直接数据操作语句 直接数据操作语句 那么数据操作语句呢 主要就是这个征战改 成功返回True 成功返回受影响的记录处 失败返回Force 那么当你实行成功的时候 你可以返回一下 就是你PDO的 最后自动证档的一个编号 LostinterID 就是最后生成的 那个自动证档的编号 那么这里边学了几个方法呢 学了一个PTO的EFGC方法 PTO的LostinterID方法 还有PTO的ErrorCore方法 还有PTO的ErrorCore方法 还有PTO的ErrorU4方法 有这么几个方法 那么下面直接插句语句 插句语句就是Pair的方法 那么反过这个是PDO成的对象 反过这个PDO成的对象 反过这个PDO成的对象以后 那么对象你把数据取出来 这里面就取出来了 这里面就下面就是数据相关了 与数据相关的方法 都是PDO成的那种对象的 那么Face2 PV所有数据 这里面是参数 参数你可以PV的 关联和所有数据 关联数数 所有数据 对象 那么这个是PVE为的 Face2 Face2是P2二维的 Face2呢 PVE为的 参数是一样的 参数是一样的 那么你PV列 是FaceColumn 总行数RailCount 练组ColumnCount 我们通过Foreach编离这个pto statement的对象 你发现编离的是里面的数据 那么从这个现象上我们就可以判断 pto statement的对象里面用的是实现了叠代器 那么下面我们再说pto的使用 pto事故处理 pto呢它有begin transaction 这是开机事物 还有committance 提交事物 rollback 是汇管事物 事物是向所有的 多个宣传语据把它做一个整理 要么一起执行 要么一起回馆 好了 那么pto运处理 那运处理呢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pto prepare 这些东西都是pto的使用 pto的prepare 那么产生一个运处理对象 那么这个运处理里面它只有结构啊 它只有结构啊 它没有数据啊 那么你要把数据要绑定起来 bine parium 就把这个值绑定到第一个转位符上 把这个值绑定到第二个转位符上 绑定下就可以了 当然啦 bine parium bine value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绑定的是参数 参数可以放成什么呢 参数后面不能放值 只能放变量 那只能放变量 bine value是个值啊 值的话你放变量哪儿也可以啊 变量代表一个值嘛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放值的 也可以直接放值的 那么它出来的本益啊 就是它为什么定义这两个方法 它的本益是什么呢 本益 这个就是 你如果想绑定变量的话 那你用bine parium 就是绑定参数嘛 bine value如果绑定值的话 你直接就用bine value 它是本益出来 是这么个意思的 但是bine value 你放变量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本身 本身就是这个 写这个PTO的封装的时候呢 就是开发的这个人啊 它本意是bine value 是专门要来绑定值的 bine parium 专门要来绑定参数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说这个 赞伟福 赞伟福呢 这个参数赞伟福 赞伟福呢 用的是冒号 这个是赞伟福啊 冒号 冒号 加一个参数 那么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就是说 我们说啊 如果你要是索引的话 如果是索引输入的话 只要是输入的顺序 跟它的顺序是一致的话 顺序和各处一致的话 那么就可以直接实验化 顺序和各处一致的话 你可以直接 直接就传递过来 那么在参数数里面 注意了 如果你是下标 下标 跟它的这个参数是一致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就 传递过来 直接就传递过来 好的 那么PTO的封装处理 默认情况下 只有PTO有封装处理 就是它会自动抛出封装 其他的都不会自动抛出的 那么怎么办呢 你要去试制一下 试制一下封装处理模式 试制一下封装处理模式 默认情况下有三个 一个是默认是抛出封装 还有一个是宗旨 还有一个是警告 那么你试制一下 试制一下 试制准处理 那么AERA MODEL就是 异常模式 那么AERA MODEL也开不行 那么这时候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你们不要去使记妹 怎么去记呢 这后边试制准处理 你记好了后边的 后边的这个 这个紫固串 这个紫固串 肯定是前面的紫固串 就是最后一个紫固串的一个开始 所以你按照这个去记就好了 你只要写上PTO 默认的话 它上面就有提示了 那提示去什么开图呢 这儿是ITDR 最后一个单子是ITDR 那你就ITDR开图 那么这儿有AERA MODEL AERA MODEL 你这儿是PTO 这是AERA MODEL结尾的 那这儿就AERA MODEL开图 你记住这个规律 基本上所有的都是这个规律 基本上所有的都是这个规律 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律以后 那你不要再使记妹了 好 那么最后呢 给它分装 用那个单例模式 分装了一个MyPTO 这个呢 这个跟分装MySeper Eye的也是一样的 朋友们 其实我告诉你啊 为 根据 根据这个大杠的要求啊 根据大杠的要求 MySeper Eye封装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分装那么 分装那么多 就是MySeper Eye 当时啊 大杠的要求 你只要能 通过MySeper Eye封装一个单例 分装一个单例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你分装那么多 分装那么多 但是我为什么让大家 封装的时候 分装那么仔细呢 大家会发现 如果你把MySeper Eye封装很仔细的话 分装买PTO的时候 你就会很轻松 否则的话 你会很麻烦 为什么MySeper Eye 你为什么分装那么仔细呢 因为我们 我们那时候只学了个单例 MySeper Eye 我们已经转门化了一天时间学习的 MySeper Eye转门化了一天时间学习的 我让你敲了五遍 我让你敲了五遍 为什么我让你敲五遍 我告诉你 就是为了这个打地主的 你敲得很熟 MySeper Eye敲得很熟了 然后呢 我学了个单例 你学了个单例 这时候我就把MySeper Eye跟单例结合起来 这时候你结合的时候 虽然有难度 但是这个难度呢 还是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当时你没有敲买MySeper Eye 上来去敲买PTO的话 我告诉你 很多人再也起不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 我当时让你敲五遍的时候 我说让你敲五遍 你敲五遍 不要给我讨价还价 你说这种决策子多么的英明啊 好 好 通常你啊 对不过 过点花蓝了吗 没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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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